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英国一名妇人去年因为与丈夫吵架,独自一人去酒吧喝到烂醉,睡醒后认为遭到性侵,在丈夫鼓励下去报案,结果DNA检验结果出炉,发现犯人就是枕边人。 丈夫周五八日被法庭裁定强奸罪成,判处入狱七年并列入性罪犯名册以及不可接触受害人,婚姻也因此破裂。 综合外媒报道,一名35岁的妇人去年5月15日原本与丈夫及儿子前往一个烧烤派对,但途中与丈夫大吵,夫妻离开独自一人到酒吧喝得烂醉。 最后妇人醒来后,发现自己疑似在酒醉时遭性侵,丈夫鼓励她报案,结果最后检验结果出炉,性侵犯竟是自己老公。 原来当晚丈夫接到路人电话,说妻子在公园长椅上到握昏迷不醒,将她接回家中后,趁太太懒罪之际性侵她。 法官表示,该名女子遭到最信任的枕边人被判,对她而言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,最后两人婚姻因此破裂,她也因此搬离家中。 感谢观看